从伊斯坦堡郊区森林 到这一处停车场 华游记者哈少吉的尸骨 依旧无踪 只找到这辆沙国领事馆 所属的黑色宾室车 或许从中再挤出点命案线索 不满领土沦为沙国王室刑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指控沙乌地阿拉伯预谋残杀 千夫所指的沙国王储穆罕默德 却在此时挤出鳄鱼眼泪 接见安慰被害记者家属 沙国王室庄梅氏 英国媒体中东只眼加码披露 沙国冷血恶行 15人暗杀小组 可能就是直属王储的猛虎部队 由50名干练的情报员和军人组成 任务就是暗杀海内外异议人士 手法包括虐杀 制造意外和毒杀 而哈绍吉就是惨死于虐杀手段 据传手指还被剁下 送给王储当纪念品 以示完成任务 哈绍吉的死后替身马达尼 很可能就是这起暗杀行动总指挥 也是下达最后指令的人 原以为能瞒天过海 如今闹到美国CIA介入 土耳其总统要求 沙国逮捕的18名嫌犯 送到土耳其受审 沙国猛虎出闸 一发不可收拾 三立新闻张信恒报道